第六章困難 飛一把頭背 我的思念 那我想起來那個排球少年 前段時間看 槍勝出現了 不會在這裡便當了吧 大家 我們會保護這個馬克斯ベル 無駄的抵抗是否 連軍都不會來 創世馬克斯ベル 黏著 這個… エスフロス和総帥 那是你父親 全… 見損壞了 那為什麼這樣 共同採掘了得很好 你還好多 你還好多 那… 那… 海三度 沒有黏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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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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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被包圍了 這邊槍勝加上我的… 不是把他們包圍了嗎 第一公主 怎麼公主穿得跟村姑一樣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第三個孩子 你 你 怎麼公主 你怎麼回來了 怎麼回來了 那些兄弟們 放棄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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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海 是 你 zwe 尊 我 此 我想 赫 我 不要臉了 那德拉幹明顯是他們 他們幹掉然後說 這個槍勝他也會加入隊伍啊 那不是無敵啦我去 這就是作死好吧 不要對我弟弟出手 然後自己先被幹了 這就是找死啊我 他 哇地上水都不和諧 我最好 路蘭守著逃走 承認了 王子 下降 糟 滾 我超級巨群 一個哥哥都想送死啊 直接干他们呀 这是这么多人怕什么 剧情需要没打钱变成逃跑了 这么多人跑个屁呀 一大堆人 这边 在這門門抜著逃走,只能使用石頭的石頭 但市場地位置被制圍了 在這門的前面,恐懼有敵人 知道了,我們待會 父親,兄弟 他那個公主不會被幹掉了 剛才那個村姑 咳咳 那...我什麼都... 是真的嗎? 我把你們的兄弟襲襲了 知道了嗎? 她也我也... 放鬆,Huette 我太過分了 對 這關挺難的嘛 這遊戲怎麼好幾張都是這樣黑乎乎的 四張第五張第六張又是黑乎乎的 我是不是要把亮度再調高一點 那邊 我把你拼了 我把你拼了 Gustadolph 殺害 我把你拼了 那一天 我把你拼了 那一天 那是 Gustadolph 為什麼那個槍上打不中人 因為自古槍命運的意義 拿槍了就打不中人 命中比較低可能 可以走了 我看看能不能再調亮 亮度70% 調成80% 屏幕視角 這也可以關掉 感覺也差不多 感覺沒這麼好看 還是開著 屏幕視角還是開著 有種電影的感覺 風騷一點 每個人都說一遍 這個選什麼我看一下 選第一個算 直接開始幹它們 不能容許 下面有東西剪 那我看一下 這裡從哪裡下去 樓梯嗎 只要能成功突圍 有勝算選第二個 等一下槍勝要加入了嗎 那不是直接用槍勝 又有人要做板燈 這邊有樓梯啊 些著歌 線圍 下面有白點 纖維 升那個武器用了 800塊 那邊可以可以爬嗎 好像樓上也可以爬 400出來 走了走了應該可以開了 調查一下 不行 直接結束 我先保存一下 困難篇第7章 結束 我感覺不一定能打過 這9級我不升級直接去打 肯定很痛苦 比賽什麼比賽 那種什麼別的遊戲的比賽 哎呀要我說就現在 我現在有時間就睡覺 我真的睡覺休息 或者看看什麼動畫片什麼的 要不是看劇啊什麼的 我現在這什麼比賽啊遊戲 基本都不關注了 我自己遊戲我玩遊戲 我自己都不關注遊戲 我現在變亮了 我現在變亮了 這關絕對很難打 然後推薦等級9 我現在只能都是7級還左右 而且還是困難模式 保證聚集吧 我現在變亮了 保證版啊 以後再說吧 最近是沒有 不想玩 一個是沒空 一個是不想玩 等什麼時候 都沒什麼遊戲的時候再說 很多遊戲都沒空 只要我現在已經沒那個鏡頭了 人已經不行了 知道吧 已經快變成中年了 馬上從一個青少年變成一個中年 遊戲都不想打 我記得我有個裝備是啥玩意兒 先鋒披肩 我換一個人帶吧 哪裡改一下 先鋒披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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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品装备 下面是X飾品装备 给谁带 现在给谁带都可以 我先决定用哪个几个人 这关要有 也是这关要有两个做版的 这咋怎么 这个军师可以不用 以后就用那个参模 就下面这两个人做版的 用上面这几个人 我平均等级现在是7级 不好打 还有9级推荐的 巨难打 这一关就这么简单 人全部排在前面 然后对面 后面一个枪 前面一大多 一大多人 简单粗暴 直接就会干 炖白粉机 嗯 都是很多都是怕火的 很多工兵是怕火的 工兵都是怕火的 我看一看 工兵都是怕火的 还有几个有毒 还有几个有毒 没什么特殊 排兵不正排一下 谁先第一个冲 这换装备真麻烦 先锋批钱给他 也不用动 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开始 我想想看 我想想看 我主要是想强化法师啊 所以我用那个 不然我那法师的TP一直不够 如果我有两个法师的话 我肯定不用 不用那个参谋 诶 他说有盖矿 盖矿我拿去 黄色是吊钱 击败放过于那所有敌人 这个说得跟迷说一样 这个游戏还可以吧 5版就蛮好玩的 就是开门 然后把这一边冰全都打完就好 在被敌人包围前突破大门 占领用逃脱的吊条区域吧 OK 我感觉参谋比较适合那种选择 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 只有一个法师一开始 然后新加入了 那个什么孙子 孙子那个法师 还是一般般 还是主要用强化那个女主 这关可以下楼的 下楼有什么东西 刚才可以上 我刚刚 我晚上还说适合掌机玩 你这样说的我都 确实看着眼都瞎了 哎呀完了完了 看来真要死了 我真是说有点危险 真要死了 不会失败吧 这关这个人不能死的 我去呀 我不想重来啊我操 对他还是骑兵 骑兵还不能冲 这游戏不能反击的 冲到人堆里 不能反击只能挨打很脆 给他装备那种加防御的 防御耳环 我这白打的瞬间很不爽 太脆了 你看这样打一下瞬间掉了六十多 我一开始没有看清战位条件 我去 现在打快点吧 等下用那个 只能用 那个盾兵往前冲 别人都冲不了 对 他是一个假骑士 还是一个个打吧 对 对 我这回合放要不放这个算 毒架什么工算 直接挑衅也行 我發現這個走的特別慢 挑釁下回合主下 這樣會比較好 好多秒一個人 秒不掉人 搞快點 剛才死了有驚人 對耶後面那幾個人 後面剛才增援一下 我是回頭幫槍盛打還是直接往前衝 槍盛一個人也能打我 學會了飛簷走地 什麼技能 欸 少打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技能是什麼 飛人走壁 移動至高度差在15格以內的相鄰格 直接飛到上面去 這是特殊情況有用 感覺不用再往前衝啊 後面這幾個人行動順序都是很後面 可以回頭打一下真的 回頭打一下最好是槍盛 他之後會往前走 如果他一直往後退的話 那其實不好了 我前面肯定不好打 直接用這一招 近身的這一招 不要命了 我還是回頭打一下 困難 困難模式 如果正常打應該是直接衝 困難模式就穩一點 剛剛就直接衝上去就死掉 我自己給他搞我一下頂 我自己給他搞我一下頂 應該去加那個盜賊的 沒加好 盜賊要死了 最好我秒一個人 我自己給他 戰盾 秒掉 槍聲要是不往前走的話就尷尬了 不往前走的話就尷尬了 哇 我去 我感覺我被包了呀 那個火法 也有 不行 我得 我感覺我得用那個絕技了 絕技有一個可以動兩次 我去 我去你我去我去別死別死別死 哇完了完了 趕緊回頭吧 回頭也打不到人 到底隱身可以直接上去嗎 等一下 我的視角怎麼回事 我在這裡用飛人走壁 等一下往前面一格用飛人走壁 應該可以上去 這樓梯是不是都不用爬了 或者直接爬上去 等一下試試看 先這裡掛 我這後面的人一定要打掉 打掉我們 戰爭 喔 這是什麼 這樣子 能死 雙連夾 太過癮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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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先來 站遠點來 下回都可以吹風吧 欸不行吹風吹不了 怎麼感覺走哪裡都危險 吃血藥或者吃血藥也可以 或者這樣打一下 下面那個第七個人動了 我可能會被打死 還是先來吧 有點虛 這樣有點虛 希望他不會死吧 學了個狀子 他要打 應該死不了 頂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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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去八十多點秒殺我 我剛才吃了一個藥 我吃的是小藥不是大藥 我就省了一下結果就被打死 尷尬 可以直接上樓 太誇張了 我的吹風法師被打死了 看來這一關還不一定能過 一開始就死了 後面還有好多的 現在這個城 沒關係 不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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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沒打中 圓兵後面還有幾波 剛才一開始有 一波 後面應該還有吧 我先上去加那個 還是加羅蘭的血吧 羅蘭太容易死 已經減圓一個老爺了 哇 傷害全靠這個 一下打80點 這個人物的作用就是給法師加TP 別的沒什麼用 還衝一衝別衝了吧 直接加血吧 感覺有點虛了 撞擊是什麼技能 新技能 對敵方單體造成物理傷害 然後往對 將其擊退五格 自身會往前移動 我就是那個推一下 我先別推了 先吃個小料吧 枪勝往前走啦 太棒了 它不往前走就尷尬了 往前走了 前面可以讓它打一下 哎呀完了三張眼睛受不了 哇你這樣還能射我 現在衝應該沒事吧 還是別衝了就死了就死了 反正就別死了 剛才死了一次別再死了 對面這個弓兵很厲害啊 法術什麼冰屎冰凍狗屎傷害特別高 有東西解 哎還好應該死不了應該死不了 應該死不了 對面這個人死不了 好可怕 對面這次都是 我靠,他放技能了 槍聲死了沒有戰敗 槍聲被打死了 這打死了就難受了,這後面怎麼那個中甲兵沒人幫我打 我就差一點,我剛才法師如果往下面多走一格就可以了 我以為槍聲能打過 15話,15話感覺都太通關了 一共多少話?一共就20多話吧 怎麼這麼難玩,誒這個範圍恢復魔法 啥情話,不是有的嗎? 哦,10級才會啊,哇靠 玩不了了這遊戲 放魔法10級才學 之前那個孫子兵法的人死掉,致命打擊 太脆了 現在我只能我靠自己了 現在我只能我靠自己了 沒有援軍 前面四個中甲,只能打 只能靠法師來打 誒,剛才你看有些強化 強化屬性的香料我都沒吃,其實應該吃一下 這個門不會自動關到 這個門不會自動關到 管家沒給他上 我上了那個 上了參謀,把管家給嚇了 誒其實這關我想想那個工兵可以不要的 對 工兵不要換成管家 就很好打了 就不要這個鳥人還好一點 這鳥人感覺沒什麼用 這一關工兵沒啥用 都是平地 誒,對面已經衝過來了 這四角又要調一下 好可怕 這麼快 先讓我的人扎堆吧 一下子死了 嘲諷一下 不要走太前面 走一步 嘲諷一下 中了都中了 太好了 哦,視角真的要移一下 怎麼改一個視角好呢 看不見 哪個視角都不太好 看不見 哪個視角都不太好 哪個視角都不太好 什麼完美結局 不交王子 那肯定不能交 交王子不是賣隊友 後面有選項是嗎 嗯 哇,盾兵一大堆衝過來啦 怎麼辦嘛 這不知己了嗎 我給多加血 強化物防 吃藥,我嗑藥 嗑藥 嗑藥 嗑藥結束 還能動嗎 再嗑個血 嗑黃嗑藥 嗑藥結束 嗑藥結束 沒打中 我差 哇,我加了物防 還是... 這邊打我還是很難 加血加血加血 加不到前面那邊 欸,油壺 等一下,油壺我都沒用過 油壺他那個效果 我記得是什麼 點來...點來一個格子是吧 點一個格子 那我怎麼用 不會用啊 減速箭 飛鷹機 還是飛鷹機 我身上是有什麼 有個叫油壺的東西 這王子就別衝了 死亡在後面是吧 再來嘲諷一下 嘲諷不到很多人 只能嘲諷一兩個 還是站的不動吧 先打吧 撞擊 撞一下 撞一下 撞不住 別點住了 不可能 現在都幾點中 打完這關都兩點以上 我剛才說兩點之前打完 現在 現在都快兩點了 再打下去都快天亮了 怎麼可能再打 要打也是明天再打 我們都很久沒上線了 今天開始玩這個 對面衝過來 衝過來 一大堆能衝過來 我可以放那個 這個沒加魔力 直接放吧 沒辦法 可以燒好幾個 燒三個人 再玩一點 你們都睡覺了 我一個人還玩什麼 有幾個人我還玩完 還有意思 好 幹掉一個 投毒 投毒是可以兩格的 隨便投 我剛剛是不是 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撿 剛剛有爆了很多東西 被他撿過 東西被他撿了 怎麼這麼尷尬 黑暗之劍 哇黑暗之劍又沒打中 怎麼這麼倒楣啊 先去掛機 趕緊強化 加絕加絕 我終於學會了 他已經十幾了 怎麼這麼生的這麼快 範圍恢復魔法 有這個就好了 好 這才可以動你啊 他推自己了 好了快過了 應該快過了 好 我東西又被撿走了 怎麼會這樣 這些NPC是 是故意的 還是 我運氣不好 每次走到我那個上面 然後把我東西給撿走了 我一個東西沒撿著 老混蛋 我靠 好 我靠 搞個魔法 神 怎麼會這樣 我靠 我靠 搞個魔法 你靠我靠 我靠我靠 我靠我靠我靠 哇!太爽了!加4個人!加4個人還得到戰功! 戰橋點!應該過關了! 戰橋點! 沒注意撿東西!應該沒有別人了吧! 沒人吧!快點把東西撿! 終於要過了! 你怎麼經常打不中人?這個攻擊一點都不行! 老是密使! 這弓兵4回合裡面有3回合打不中人!尷尬! OK了!過了過了! 我去! 這關死了一個人!就是那個奶媽死!槍聖也死! 那個孫子死掉!4700塊!這麼多! 我打到2點鐘才打了3張!我打了感覺有3、4個小時吧!4個小時有了!4個半小時了! 大家!船來了!趕快移動! 羅蘭王子! 你不能撞到兄弟的仇? 阿布羅蘭! 這個女將軍衝過來了! 女將軍! 但是她就一個人! 我會叫做人家! 我可以逃到! 我可以逃到! 你會把人家的狐狸! 我為人家的狐狸! 你不能逃到! 如果選簡單的話 沒那種感覺 我為人家的狐狸! 诶 等一下我那 我这个 这枪声已经死掉了 这死掉又复活了 过关复活 他一个人打这么多不是自杀吗 百分百就是自杀 自杀行为 这边还有好多重甲 我记得以前玩那个刚开始第一个版本试完版的时候 把这个女将军打掉过 最早的版本 当时还不是这三张试完 你们坐船跑了 我剩下一个 上面一个要等死 我学特效这么屌 他比武的时候放水 这个装逼 这女的好贱 这个特效我之前 看过 我一个 把旁边的重甲球又打掉了 太屌了吧 末日铁拳 毁天灭地 什么 我靠 这游戏特效感觉 感觉不是这种画风的特效 枪声被干死了 互相放个大 回合自由心 我这边打你一下 你这边打我一下 我就顶不住了 飞吧 我的思念结束了 我准备撤了 这一关结束了 就保存这个存档 没有什么分歧 没有分支就保存这个存档 十几了 一下升到十几 这关经验特别多